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刻 桃园青云科技大学 今年有一位70岁阿公级的毕业生 这位苏先生人老心不老 不仅在建筑业有40多年的资历 退休后他又攻读研究所 而且还申请了近50项的营建专利 他的后学可以说所有年轻学子最好的榜样 拿着学生证高兴跟指导老师合照 不说的话还以为这位高龄71岁的苏爷爷 才是指导教授 今年从青云科技大学 防灾科技研究所毕业的苏先生 在营造业有40多年的经历 而且有将近50项的专利申请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一项专利 你觉得最值得提出来 我的专利是一个板墙过建 就是板墙过建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做板也可以做墙 这位苏先生不仅是青云科大的学生 更可以说是这所学校的建造者 校内几乎所有的大楼当初都是由他的建造公司所建的 凭着他的专业技能为青云建下的这些大楼 让他相当的自豪 40多年的营造实物经验 在校内读的又是相关科系 年轻同学分组做报告 第一个要找的就是这位认真的苏爷爷 苏先生60多岁离开职场却是退而不休 本着一颗学习的热忱 继续完成年轻时想深造学业的心愿 这位苏爷爷成了年轻学子最好的学习榜样 新唐人也在电视 曼顺镇郭云霞台湾桃园采访报道